那麼呢 今天在我們希望來看見這部當中 為我們收聽的朋友邀請到 是我們這位邀請議員 三位好三位 三位邀請了志豪 來跟我們來這部當中 那麼在邀請到志豪的東西中 如果要跟我們收聽的朋友 跟我們都會來介紹的 志豪是一個 特別的生態學會專家 那麼呢 在這方面的志豪盡情 如果要跟我們收聽的朋友講到 他會提供你研究一些 心態環境的問題 那麼以前在我們這部當中 有跟我們收聽的朋友講到 那麼這個心態環境跟我們這個健康的危害 所以我在這禮拜 差不多是早的時間 我就特別去一個所謂的火力發電廠 在台北的火力發電 然後深入的地區 感覺我說我最污染 最嚴重的這個所謂 但是我聽他們這首長說 他們這首長在幹部的時候 他們說他們現在已經大大的改善了 他們這個環境 而且他們這個所謂 現在非常非常 感覺說 但是我前面可以大大的放心 放心 他們說他們現在都沒有污染 他們每天有污染子 已經都抗給到標準值 每天每天 他們都有抗拭 我剛才就從這個議題 跟志豪來討論 志豪就跟宇宙說 你不要騙了 但現在要討論的是重量 不是每天的污染子 跟數據這個問題 所以我剛才說 原來有這個環境的這個顏色 這麼多 所以今天在市場邀請到 我們這個西頓庫 是我們的台中市議員 候選人 也是我們的生態學會秘書長 志豪跟蘇天平共同組會 來關心 原來有一個生態 是不是跟我們的健康 跟我們的環境 那麼影響是這麼大 那麼我們的議員 還有在關心嗎 我們的議員 我們現在選定這個議員 還是說我們現在準備要參選這個議員 還是說我們的政府 我們現在的歐志豪 還是說嘉隆 你們告訴你 關心到我們這個地方 當中我們的北施的健康 最重要的基本 我們也是弱人性理論 當中的這個生理需求 那麼你告訴你 照顧到 來 志豪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玉莊你好 是 那麼呢 跟我們所有聽到的民眾共同組 很快來關心到這個生態 這個議題 那麼這次 你有跟我們所有聽到的民眾 說到這個空氣 讓民眾這個問題 就是說到 暗頭的時候 如果去這個慢跑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到 尤其是我們每天每天的空氣 讓民眾 如果我們的學服率子 如果太多 還是說到 我們這個天氣不好 太無 那麼我們就要注意到 是不是適合到這個外出 到外面去運動 定定 那麼呢 我相信聽到朋友 稍微有些概念 但是有可能 也沒有那麼清楚 那麼我特別到這個 這個 火力發展堂去的時候 那麼 手中跟我們做幹部 非常常常特別出來 那麼他講到 他每天 他都有照到 他的這個 這個 政府 這個 政府的這個 最嚴標準 那麼這個 這個 手機 還要求 從嚴 當中 去控制到 他們的這個 排放的這個標準 定定 那麼都有在數據以下 所以對著 一些排放的這個規定 他們都有尊重到 這個規定 那麼 你剛才說 這是 每天的這個規則 但是你說 最大總量的這個保分 要是 可能不符合到這個 整個這個規定的保分 包括你剛才給我 記一個例子 我覺得說 很出名的原來就是 每天每天 可能我們喝的這個咖啡的咖啡因 可能不 每天喝 可能沒那麼多 但是 我們一生 十年去十年喝就喝 那麼這個咖啡 有可能超過的咖啡因的 這個總量 有可能的上癮 定定 所以我覺得說 哦 原來很多這些 健康的這個危害問題 包括日本的這個問題 甚至說癌症這個問題 定定 都是 極少成多而來 那麼 萬聖病也是都好 我們今天 就是說 那麼有久來 所以我們 共同很會來關心到 我們心態 甚至說 我們自己去做 我們的健康方面 躲這個問題 那麼今天知道 我們至少要跟社群人 共同很會躲來 這個 議題是什麼呢 哦 剛剛那個玉莊有講 一樣 我剛剛 再補充一下空氣污染 那剛剛講說 呃 台中火力發電廠 嗯 台中火力發電廠 它是全世界 對的這個燃燒煤炭的這個發電廠 污染的排名 它是全世界第一 是 那你這麼污染的火力發電廠 他說他的 他的那個 呃 因為他在脫流或脫銷的這些設備 是 因為我們民眾已經有 呃 環保團體都在抗議 抗議嘛 那覺得污染實在太大 那全世界第一名怎麼得了 嗯 那 那他也花了很多的 設備 花了很多的經費 去把這個 流跟銷 能夠降低 然後來 來減少在空氣中的這樣的一個排放量 但是這個 我剛剛跟玉莊舉一個例子是這樣講 就是說他的 一個咖啡 他濃度 雖然變稀了 是 但重點不是在那個 那杯咖啡濃度變稀 而是 他 他 一下子要給你喝一萬杯的問題 是 就是說 因為他的那個排放量太大了 就算說他已經 呃去削減了這些污染 但是因為他的那個排放量實在太大 大到他 剩下的這些污染 一樣會讓我們的健康受到很嚴重的傷害 因為他的太大了 是 那我們的台中的盆地 又在台中市這個台中盆地 因為地形又比較特殊 我們在台中市裡面在市中心 的污染 我們可以分成叫做移動的 跟固定的 移動的就是車輛 是 那固定的就是工廠 是 那台中盆地最大的固定的污染源 就是台中火力發電廠 那這個台中火力發電廠 在吹這個 從海邊 然後 它的污染的這個煙流 一吹 吹進來到台中盆地的時候 因為台中盆地 就好像一個鍋子一樣 剛好它的煙流 就吹進來台中盆地 這樣一蓋就蓋住 這蓋住 它就很難 就是透過其他的方式在抑散住 除非就是在夏天的時候下大雨 然後就會把空氣洗乾淨 那我們就可以在 就可以能見度就會看得比較好 那因為這樣的一個地形的效應 再加上它的排放量又是 污染的排放量又是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它的這個煙流 一進來台中市裡面的時候 對我們台中市的市民 這個健康就傷害很大 但是像你有說 最大污染源不是我們的煙囪 他說是移動的機車跟汽車 那我們就比方 就是如果我們可以看環保署 環保署的他們的空氣的側站 他們會有濃度的這個 即時的濃度的塗層 就在電腦上面可以看 那以我們在中部來講的話 那我們講台中污染 其實在靠山 我上次跟玉霜有講過 因為這個煙流它會碰到山 才會撞到山 大概1000公尺左右 撞到山之後會沉下來 然後沉下來之後才會漫流進來到 台中盆地裡面市中心 所以會撞到哪裡 會撞到霧峰 會撞到往南還會撞到竹山 所以呢 竹山啦 霧峰啦 太平啦 這些其實比市中心 這就是算是先受害啦 因為但是我們 市中心其實也受害 因為他們會從 這個太平霧峰那個地方 煙流會 因為撞到山之後會 漫流進來到我們的市中心 那我們在那時候 在環保署就看到 竹山 竹山大家知道南投竹山嘛 竹山的空氣 以中部來講 竹山的空氣是很差的 埔里也很差 那不是很好的環境嗎 我們都覺得他們因為靠山 其實靠山的空氣怎麼會差 然後 比起台北市來講的話 竹山的空氣 居然比台北市差太多了 然後那個 當然我們的環保署的官員 跟剛剛玉霜講的那個 台中火力發電廠講的 好像都一樣 好像車子是主要的污染 那我們就打一個比方 難道竹山的車輛比台北市多嗎 沒有啊 對不對 那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其實 如果我們講說 貢獻度來講的話 車子是污染的 有污染 那固定的這些工廠也有污染 那可見 我們的這些固定的這個工廠的污染 它的貢獻度是大於車輛的 是 所以呢 要聽自豪跟我們這個 火力發電廠那麼的 不同的這個說法的這個部分 那麼呢 固定的這個部分 工廠的污染 我們現在就來聽 自豪跟我們說 我們那邊 都會來這個睡眠 那麼你如果要聽 這個火力發電廠的官方說法 他到底是怎麼欺騙 我們這個聽眾朋友 禮拜四的時候 你如果聽 他怎麼跟玉霜在對打 那麼你可以來比照看看 那麼自豪是怎麼 給這個地方當中的 那麼給我們收聽的朋友 說到有些這個概念和觀念 你今天就好 給他記起來 你後來比照 在這禮拜四的時候 你的雜公 這個官方榜 到底是怎麼 來欺騙我們這個鄉親 是多好朋友 那麼他既然說到這麼好 他都有感覺到 很多這個標準 他為什麼還要 拿到一些回饋金 給我們收聽的朋友 他既然是一個大善人 他何必 還要拿到一些獎勵金 回饋金 給我們收穫的這個合併 讓我們鄉親好朋友 如果是這樣 為了我相信應該是不用了 但是就是有點 我感覺心虛 所以我感覺 今天就好 了解說 到底是移動室的 這個我們的橋樓 或是說 我們的固定 在這個地方 當中的排放 一些 我們這個污染源 比較嚴重 到底這兩項 當中的 是我們這個鄉親 是多好朋友 要特別來注意 比較嚴重 這個污染物 我們要特別來關心 來自豪 其實兩種污染源 其實都要去改善 那其實對於 因為我們在經濟發展 錢賺的再多 其實現在經濟發展 在台中都是草地皮 那你草地皮 就是有錢人 越來越有錢 那年輕人就 越來越窮 那我們再拉回來 再講空氣污染的問題 那這個空氣污染呢 因為你在台中火力發電廠 其實我們知道說 燃燒煤炭是很污染的 那它對台中的人 傷害又那麼大 那更讓台中人其實 會感到不平衡的是 這麼大的污染 主要的目的 就是說它發那麼多的電 是要送到台北去 就是說因為台北它那邊要用電 所以它就把很多的這個 機載的用電就放在台中這個地方 那台北周邊有沒有火力發電廠 有啊 但是台北周邊的火力發電廠 他們又怕會污染到他們自己 是 所以他們的那個周邊的 像林口的火力發電廠 就沒有滿載嘛 是 那它就是優先把台中火力發電廠 滿載啊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對台中人就是的健康的傷害就是 會產生一個叫做不正義不公平 對你台北人用電 然後台中這邊要發那麼多電 然後又造成製造那麼多的空氣污染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政見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其實我們應該要把那個台中火力發電廠 因為我們知道他們的機組已經老舊了 機組老舊了 他們現在要太舊換新居然還買燒煤炭的 對 既然要太舊換新 我們不是說你一下子五根煙囪 十部機組全部都要換成燒瓦斯的 那你最起碼你在太舊換新逐步改善嘛 對 你在前面的幾部 你預算去那邊 你也知道說他們的前面幾個機組很老了 都運作了十幾年了 那你要太舊換新 你要買新的機器 應該要買什麼 應該要買低污染的超高 就是它的那個發電的效率好的 但是居然還是買舊的 就是舊的款式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議會 如果有機會到議會 其實應該要連結這些更多的民意 或者是我們市民一起來要求我們的市政府 要求台電公司 他們應該要把這個燒煤炭改燒天然氣 對 但是現在天然氣的價格很高啊 甚至於我們現在天然氣發電比 再生能源太陽能發電還要貴 現在 所以他們就在想說 那是不是用太 不划算 是不是用太陽能發電會比較划算啊 那我們當然也 也希望 這是一個國家未來的趨勢 再生能源的建制 當然更重要 如果說我們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先讓這個火大型的火力發電廠 改變變成是一個天然氣的發電 它最起碼它可以來保護 我們台中市民的這個健康 那在長遠來看的話 火力發電廠因為它 它畢竟排放很多的二氧化碳 造成這個地球暖化 氣候變化很惡劣的問題 所以這些火力發電廠應該要被 慢慢的什麼 慢慢的透過這些再生能源來改善 比如說這個太陽能的發電 風力的發電 那以後我會再跟大家介紹 綠色能源的整個發展呢 其實在我們台灣有很多的技術 是可以克服的 那剛剛在講說 我們台中盆地因為地形的關係 這個煙流一進來到台中盆地的時候 它就很難就是被擴散出去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的過去縣市還沒合併的時候 就有著台中市的行政區 來統計它的這個罹患肺癌的這個罹患率 它居然是全國第一名 就是說在台中盆地有它的地形的因素 它造成這個因為空氣污染 就會讓我們這邊的市民的健康 受到的傷害又比其他地方來的大 因為你一個污染就像鍋蓋 一蓋下來就很嚴重 所以這個污染就像玉莊 他說空氣的能見度 就是我們能見度變差了 看不遠的 霧霧的 它那個叫細旋浮衛力 是啊 因為我不知道 所有人都說不不不 他就只好跟我說 那就是細旋浮衛 細旋浮衛力它的力量 是頭髮的二十八分之一 它很細小 它細小 但是它還可以夾帶的代曜心 重金屬跟油 有害的化學物質 因為它畢竟是從 這個工廠的煙囪排放出來的 那這麼細小的這個力量 它可以穿透肺炮 進入到你的血液循環 然後它可以把這些有害的物質 累積在你的身體裡面 累積在你的肺障 那就會引發心血管疾病 引發肺腺癌 不一定 因為它其實我們剛剛講說要看地形 因為他們現在的工廠的煙囪都做得很高 哪幾個區 所以哪幾個區 以我們台中盆地來講的話 因為地形的關係 所以在台中盆地 因為煙流一進到台中盆地 就會很嚴重 那如果再以台中盆地來看的話 靠山的我剛剛講說 我們都以為太平雾峰或者是竹山 好像好山好水嘛 靠山嘛 都比那個市區車水馬龍 應該環境要好很多 但事實上如果你去看環保署的那個 空氣品質的監測站 在靠淺山的山邊的那個監測站的濃度都很高 就是因為它的空氣污染的煙 它飄到上空1000公尺的時候 它往東撞到山的時候就會沉下來 沉下來的時候濃度最高的地方 剛好在淺山的地方 所以這個細旋浮衛力 因為它會夾帶著這些有害的物質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WHO 就把你看到的這些霧茫茫的空氣污染 細旋浮衛力列為什麼一極致癌物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蠻嚴肅的問題 但是玉霜也跟我提說 那我們的政府不是都 我們的氣象報告都在報紫外線 為什麼氣象報告不報這個空氣污染呢 那因為我在這幾年 就是每天去看環保署他們的監測的資料 我們的西屯區有 我們剛講在台中市有這麼大的火力發電廠的污染 在我們的西屯區又有台中工業區 科學園區還有精密機械園區 我們西屯區旁邊的這麼大的一個工業區 其實對西屯的環境的壓力又更大 民眾的健康其實是應該要更被重視的 你們的車流也很大 你們那個比我提才有 但是你看看我們西屯區的空氣品質車站 就只有一個 就是說你今天在我們的西屯區的住宅區 景林的工業區 那在這麼污染算是蠻嚴重的一個區域裡面 我們的空氣品質車站的分布居然就只有一個了 所以我是希望說如果我們有機會到市議會 我們會很努力 那我們希望能夠要求環保署 在我們西屯區應該要增設更多的車站 這樣子才能夠貼近現在污染的現況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剛剛看到說我在這兩年 光從西屯區的這些環保署的車站去看 因為我們在夏天的時候會下雨 所以污染雖然很嚴重 但是因為常常颱風或者是一場沒雨 就把空氣洗乾淨了 但是到了冬天的時候它開始不下雨了 像現在開始季節要變換雨就開始變少了 那當雨要開始變少的時候 然後它的空氣就開始變差了 因為這個空氣就越來越 污染越來越嚴重 我以前年來講或去年 我就看10月份 30 將近30天 那10月份有90%的空氣是不合格的 很多人說戴口罩有辦法來劈備 你看看那個細旋不為例 它既然都能夠穿透肺 28分之1 它都能夠穿透肺炮 你的口罩的防護效果是很有限的 那其實應該要從源頭去做改善 那我們很多 那什麼樣的壓力會讓政府它願意去改善 因為它不知道 對啊 因為它不知道 它刻意的在氣象報告裡面 只告訴你紫外線 騙人 它其實刻意的告訴你紫外線 它叫做避重就輕 其實它也沒有騙你 它只是不告訴你 不告訴你 有哪些管道 有一些指示報 但是它的環保署的網站上面 是有放到這些空氣污染的這些素質 但是它並沒有主動的去告訴你 沒有主動的去告訴你 透過電視的新聞 氣象的報告 來告訴你即時的播報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民眾因為不知道 民眾因為不知道 所以它對於這樣的一個污染 對它健康的傷害 它所產生的行動力就比較小 所以我這邊也特別提到說 雖然我們的環保署 或者是在我們的中央 它沒有辦法 或者說它現在 因為如果說你在氣象報告 整天在報告說 我們空氣不好 然後不能運動 剛剛講說 我們上次有講說 那運動 因為空氣裡面 雾茫茫的 裡面都是 這個雾茫茫 空氣不好 裡面這個成分叫做一級自來物 你想想看你去慢跑的時候 吸氣的時候 是把那個一級自來物吸到你的肺裡面 那你覺得對你的健康會有幫助嗎 沒有 以後都會得肺癌 然後你每天都宣傳這種東西 也會 進步的跟他做行業恐慌的資訊 所以環保署或者是他們 就不會去做這樣子 但是我們在地方上 我們可以啊 我們要講啊 所以如果說我們進到議會 其實以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在什麼 可以在學校 社區 公園 重要的路口 我們可以做跑馬燈啊 我們可以做跑馬燈 可以做告示牌 用一個電子的告示牌 告訴我們的民眾 因為我們的住宅區都在工業區旁邊 我們告訴我們的民眾 現在目前的空氣污染的指數是多少 現在 那民眾他每天知道每天知道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環境意識就會起來 他會覺得說 哇 每天都不好 那每天老師要出來上 這個帶小朋友出來上體育課的時候 那我們告訴他說 你這個污染太嚴重 你不要帶小朋友在戶外上體育課啊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一個長久的訊息的告知 其實就是一種社會教育 那這樣我在空曠地區是不是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環境是系統的啦 環境是整體的 你要透過這些東西其實要講 其實都 他其實都會 都會有影響 其實只是 高跟低而已啦 比如說我 你們現在的社會有很多 這個地方可能 他們的道路比較窄 還是空間比較窄 那麼綠數比較多 比如說有些科學園區這裡 那麼都是新的東西 那麼可能車子沒有那麼多 頤梯進不去 那麼我在那兒帶孩子散步 還是在那兒運動 比較好嗎 像我們西屯區 因為在工業區旁邊 我就看到一些 算是 要給我們民眾的一些建議啦 就是因為我看太多 我們的民眾到科學園區也好 工業區也好 因為下班之後裡面的卡車比較少 對啊 他們去裡面運動 對啊 我們也是這樣說 這樣比較好 沒有 不行不行 因為其實在裡面的這些工程師 或我們一些朋友都已經透露 就是說他們說 拜託 就是拜託 不要在科學園區裡面去做慢跑 或者是騎腳踏車 因為你看科學園區 如果說我們住在西屯區的朋友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化學巢車載著有機溶劑 每天喔 這些溶劑呢 VOC的揮發性的有機的氣體 然後它其實都一直大量的進到這個園區裡面 它其實就是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散布的這些有害的物質 在空氣裡面 那你在這樣的一個園區裡面 因為它裡面的化學成分實在複雜 太多了 它不是一般的這種 因為科學園區所用的這些材料 或者是這些氣體 或者這些化學的這些物質 都是超乎你想像的 甚至於他們叫做商業機密 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多毒 那你在用的這些東西 然後它又是在整個園區裡面 它有濃度的 它比起其他的地方 它的濃度是比較高的 那你要去那邊騎腳踏車 你要去那邊慢跑 你以為在那邊的科學園區 道路很寬敞 然後他們抓了樹 然後你去騎腳踏車 但是也沒有了 沒有柴油槽 然後你這邊去 其實那個是 對我們的那個 身體的傷害是蠻大的 真的 最近我就是不是去 拜訪地方的里長 是 那科學園區 它除了說對空氣污染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個水的問題 水污染的問題 結果他們這些地方的 那個溪屯區的里長 到科學園區裡面 去了解污染的 他們因為有些里長 叫做他們 是他們的監督委員 他們要組織一個 污染的監督委員會 他們里長 地方的里長 是裡面的委員之一 我們去拜訪的時候 那個里長就跟我們講說 他看到那個數據 他覺得 覺得不可思議 數據 水的數據 水的數據 因為這個科學園區的水是用自來水 他說自來水的淨水量 淨水量 再加上他們的這些就是化學的溶劑 混合之後去淋洗這些面板 製造這些晶圓啊什麼的 就是高科技的這些產品對不對 然後呢 你出來的這些廢水 你想想看他的自來水的淨水量 加上這些化學溶劑 然後混合之後出來的廢水 也經過的污水處理場 再透過從我們的溪屯這邊的 科學園區的專管 沿著法子溪 然後送到大渡溪的溪口去排放 大渡溪的溪口的排放 那邊的流量劑嘛 就是他到底排放了多少的污水嘛 結果沒有想到在大渡溪口的 排放的水量 跟自來水的淨水量 居然差距太大 他說差一點點 他覺得都還可以接受 他說差距太大 里長說差距太大 水咧 他們就說這個水去哪裡了 水咧水咧 里長就很緊張啊 他就說 過去你不設專管的時候 那如果你的中科的污水 直接排放到法子溪 那法子溪順流到大渡溪口 到了台灣海峽 就排放掉了對不對 他說你現在呢 你有專管咧 你在地底下的那個專管 那個里長就說 連高雄那個丙溪都會滲漏了 他說你這個專管 當時在施工的時候 都破掉 到底有沒有嚴謹 然後你在專管 是不是每一段都有射流量劑 你才可以去知道說 到底哪一段漏水啊 對不對 你連哪裡漏水 你都不知道 然後就沿途在漏水 然後你也不知道 還有動耶 然後他們 就是這個有 這個當然是有 有有 這個污水當然就是會有污染 還有動耶 然後那個那個里長就在懷疑說 如果專管沒有漏水 是 那就代表什麼 排放 是不是他們把那個污水 直接打到地下水呢 所以里長他就 他的 不管是偷牌也好 打到地下水也好 或者是專管的這個漏水也好 這個是這麼嚴重的事情 這個里長的擔憂 我去拜訪這些里長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說 當這個他們的擔憂 對於這個 這樣的一個污水的污染 對於我們 因為我們西屯區 西屯區還有像邪河里也好 永安里 林措里 那邊還算是農村 還有這個農潭里 他們這些農村的 我們看到西屯區好像在市中心 但是在這旁邊 還有一些農村型的社區 這些農村型的社區 他們還是喝地下水耶 他們很緊張 他們還是在喝地下水耶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西屯區不是直轄市嗎 西屯區不是在市政 我們的台中市政府還在西屯區啊 但是我們的西屯區 旁邊有農村耶 那這些農村的這些居民 他們還在喝地下水 所以他們就很緊張 然後我在前天 在8月27號 因為台中的這個科學園區 就是台中園區 在我們西屯區的這個裡面 他要擴廠 他要擴廠 然後我就把里長的這樣的一個擔憂 我去環評會 然後我用公民的身份 然後去發言 結果沒有想到 我們那個中科管理局的代表說 我告訴他們說 你們要擴廠 你們必須要去評估 你要把那個污染的地方上 里長的這個對污染的疑慮 你要釐清嘛 你的自來水的淨水量 跟你的污水的排水量 你兜不起來 差距太大了 你兜不起來 你要解釋啊 結果沒有想到 中科的那個管理局的代表說 這個科學園區這個各個工廠的 自來水的淨水量是製成的商業機密 他不能說 開什麼玩笑 你的商業機密 然後你的水 你的污水去哪裡的 你淨水多少 你污水產生多少 你是商業機密 那人民的健康是什麼 所以我直接要請教一下 現場有議員去參加 沒有啦 所以沒有議員是穿這 難怪人家後 中科這些人的講話 這麼大聲 對啊 都沒有人會關心 我們民眾的健康這個問題 那還好說那個 那一天在環評會 他是一個出審的第四次的專家會議 那這個專案小組的會議 他的主席林慶偉教授 他就聽到我的這個發言 他就說 如果說各個工廠的淨水量是商業機密 那你就 你中科應該要把所有工廠的淨水量加起來 然後你的污水處理廠的水量 跟你到大渡溪口的排放量 你三個要去核對 你要多多看 那如果說真的是有專管滲透 要檢討嘛 對不對 你不要說因為什麼都是機密 什麼都是機密 然後就 我剛剛講 人民的這些環境的意識 都是因為不知道 對啊 因為他告訴你說是機密 那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 原來我們的土壤 地下水被污染 剛才你當時有這個議員的這個新聞 你是不是可以去選 其實如果說我們有 我們有議員的身份 我們就可以把很多的這些破壞 數據公開 當然我們可以叫做預防 什麼叫預防 就是說 因為我們民眾 我們是一個NGO團體 是一個環保團體 是一個公民團體 我們會得知一些訊息 都是 都是已經快木已成舟的時候 生米快已經煮成熟飯的時候 我們去救火 那上面人到處在放火 我們在下面救火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是很辛苦的 那但是如果說我們進到議會裡面 我們可以事先得到一些 更充分的資訊 我們就可以來把事後的這個救火 變成事先的預防 我在事先的這個評估跟這個 預防上面 我就可以去進入裡面 去進入這個政策的討論 譬如說他這個案 你要怎麼做呢 像這個案 這個案 比如說他中科的擴廠案 這中科的擴廠案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地方上 因為我們的市政府的環保局 有代表去參加這一次的環評 專案小組的會議 有列席參加 我們的市政府的環保局說 沒有意見 說都OK 說他們的這些環評都OK 我覺得說我們的市政府 如果環保局是這樣子 當我們是一個議會的議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要求環保局 他講的沒有問題 他的評估是怎麼評估的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就可以 要求環保局 這個評估報告可以出來看 環保局 你評估他沒有問題的理由在哪裡 那我們因為我們這個 以我來講的話 我們不是代表蔡智豪一個人 我們是服務團隊 我們這服務團隊 不是跑趴的 我們服務團隊裡面 都是教授或者這些專業的人士 對不對 我們可以來幫我們民眾 來進行這些污染的監測 跟把關可以去算 我們有專業的能力去算 他的污染的致癌的風險 那我們就可以來協助 如果說你環保局 你的能力不夠 對不對 那我們的服務團隊 我們可以來處理 對不對 來監督 甚至於說 來告訴你 來教你環保局 你應該要怎麼處理 這樣子的話 一個市政府 他代表一個台中市去開環評會 他才能夠把實際的市民 環保局不是在保護環境的嗎 他去那邊幫中科背書嗎 不是吧 他應該要把很多的事實的狀況 去環評大會裡面 或者是像我講的這個專案小組會裡面 應該要去講 或者實際的狀況污染已經到什麼程度了 比如說 我們以中科他的那個資料裡面 我們講說那個致癌的風險 致癌的風險 致癌的風險 如果一萬個人 有一個人因為污染 而癌症 產生癌症的話 這樣的開發是不被允許的 萬分之一的致癌風險是不被允許的 這個是已經算是最低隆忍的限度了 但是這一次在台中園區 就是在中科就是我們西屯區裡面 他要擴廠 他的擴廠 他的擴廠 其中滅 滅他的那個致癌風險 是1乘以10的-4次方 六架各1.56乘以10的-2次方 這兩個都已經超過我剛剛講的萬分之一 其中那個六架各 它還是一極致癌物 在我們的環評的資料裡面都沒有列進去 結果我們地方的這個台中市政府的環保局說OK 對 你會覺得說我們的環保局在幹什麼 簡單來說環保局的人 很多公務人員 他們是高科的 他們科的不是環保的東西 他們沒有身材好 如果說高考 我們是這樣覺得 我相信說我們的 我們的這些事務官其實都還是蠻專業的 其實都在上面的政務官 我覺得說這些事務官 他們其實都有他們的專業性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環保局裡面的這些事務官也好 他們都看得懂 他們都OK的 那現在的重點是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 到底我們的政府 它在分權負責 就是每一個局處在分權負責之下 它是不是能夠獨立客觀 去審視這些污染的這些物質 對 重點是看得懂為什麼還要通過這個環評 這就是說上面的 上面的如果說一個政策或者是長官 或者是說市長 市長也好啦 或者是局長也好啦 他們為了要讓這個開發 因為台積電或者是 有可能是我們要土地特定長三號 是沒有長三號鬼 可能他們在財團的這些壓力之下 我們也不是叫做土地 包袱嘛對不對 因為畢竟這些包袱之下 他們畢竟不能把這個環評的資料講得太難聽了 所以他們就變成是要去讓這些環評的資料裡面 這個犧牲到我們很多八成 因為我們不把這個數據的保護 所以犧牲 這個避重就輕嘛 那譬如說 我們台中市的環保局 他這次去參加這個專案小組的會議 列席的時候 他講話只有三秒鐘 講話三秒鐘 他說什麼 沒有問題 我比方 實際上他在講什麼 應該還原他當時的論壇 我只能說他就站起來 站起來不表達任何的意見就坐下來了 他講這樣子 那我們在 我也是西屯的人 那我來講一下我的看法 我們的一個環境的污染 它要怎麼算我們對健康的危害 不是今天中科 我們不是反商 我們是在談是說 如果污染它造成傷害 我們必須要去關心要去檢討 不是說今天西屯已經污染了 我們就乾脆就污染下去 反正南屯沒污染 我們就只污染西屯 那西屯的人的命 怎麼樣是比較不值錢嗎 其實不能這樣 其實應該說 今天的污染已經到達一個限度的時候 它不應該再增加污染量 因為對孩子 對我們的居民的健康傷害很大 那我們當時就在講說 你的致癌風險 你的健康風險 不能只有算 中科的科學人區 台中園區 就是西屯的台中園區 因為在厚禮的中科三期的健康風險評估 人家當時 因為厚禮的人 就是還是比較草根 就是那個力量很強 就是草根這個 還是滿 大家民眾都團結在一起 讓中科三期 它的這個健康風險評估 就不敢那麼的隨便 他們就把什麼 環境裡面你的中科三期厚禮的污染 加上了蜂龍鋼鐵的污染 加上了鎮龍鋼鐵的 職場的污染 加上了厚禮焚化炉的污染 人家是把周邊的所有的 污染源的污染物質 一起加起來 來評估對厚禮人的健康有多大的危害 做這樣的評估 結果我們的溪屯的科學園區 它要擴廠 它算什麼 它說 它只算他們科學園區 對我們溪屯的污染有多少 然後我們要求說 你旁邊有台中工業區 你有焚化炉 你有火力發電廠的煙流 你為什麼不算進去 為什麼 它就是只有算他們科學園區 算科學園區的超標 你就算科學園區 你已經超標了 對啊 所以他們就沒有把台中工業區 焚化炉 或者是這些火力發電廠的煙流 算進去 在我們溪屯區的人 它所承受的污染的濃度 它只算台中科學園區的濃度 你這樣子的做法 粉飾 你這樣的做法 它是不貼近真實的 甚至於是誤導環評委員的 但是我們的環保局 只有三秒鐘就做下來了 如果我們今天到議會 我們如果有這個 這個機會 我們到議會的話 我們絕對會要求 如果說 這個環保局代表 台中市政府 整個台中市政府 去參加這個環評的會議 你怎麼可以三秒鐘呢 你開什麼玩笑 通常他們有書面報告 但是呢 你應該要更清楚的 去表達 對於我們這個 污染的問題的看法 對不對 那這是 我們覺得說 所以說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應該要更 讓我們的 系統的民眾 更有這些管道 然後去了解我們現在其實 面臨的這些環境的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說 我們一個人其實是朋友 對著這個健康的看法是什麼 那麼目前 可能有很多我們 聽眾的朋友 沒有人跟你說得到 那麼西東現在 包括在我們整個 很有地位 那麼很有專業的部分 可以提供給我們 所有的朋友來做選項 那麼他不是自己一個人 他剛才說過 他背後有很多 這個高雄還有專家 那麼 我們所有的朋友 共同一起站在一起 那麼關心到我們的健康 關心到我們的環境 非常有關係 所以我們也說 我們所有的朋友 在接下來 這個時間 要不像100天的時間 現在讓我們所有的朋友 做不一樣的一些選項 那麼呢 我們所有的朋友 來想看看 你要選出什麼樣的議員 我們是造團的議員 或是說 改行拜票的議員 還是說改行會在 我們的傳理當中 那麼跟我們這些好朋友 在這個送車 或是在交付的 或是喝酒 一定一定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關心到 我們的環境 這是最重要的 那麼剛才說到 健康 那麼他幾天 都有公告到 這幾禮拜都有公告到 那麼大台中地区 其實我覺得 我們說 充滿到很多污染 就是我想說很危險 那麼我們為什麼 這個污染 這個議題 是我們這個 國民團體拿出來的 為什麼我們這個議員 沒有人 甚至說沒有人 去關心到這個 是 我們線上這個議員 不懂不清楚 不知道還是 比較敏感呢 很不願去碰觸呢 其實都是 當然真的講 就是專業的問題 專業 其實 你在不同的專業 你能夠 你能夠發揮的 都 就很有限 那有些議員 我相信 我就看有些議員 他們是比較專心 在所謂的 弱勢族群的照顧 或者在治安 或者是在 其他的 社福團體 我們可以看到 大部分就是 在做這些事情 那對於這種 畢竟是在環境也好 或生態也好 他是比較專業的 那除了專業性之外 他又跟這些利益 又有一些衝突的 所以 畢竟 這樣子一個吃力不討好的 就比較少 這個議員 他們會 會碰觸 就算碰觸 那個 講一講 就像放煙火一樣 他也不會長期的 去關心 那我們 我們是想 想說 如果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在議會裡面 那我們這個服務團隊 是最 可以說是整個 台中市議會 假設說有這個機會 那我們會是在 台中市議會裡面 最專業的 這個環境監督 政策的一個 服務團隊 那我們就可以有 有這個能力 來幫我們的環境 來把關 那這個環境把關 不是為了我們自己 而已 我們是為了我們的 子子孫孫 因為畢竟我們這些 孩子他還是要在 西屯裡面長大 還是要在台中市裡面 長大 那不是說今天 我們為了開發 為了建設 然後結果搞了一堆污染 空氣也不行了 水也不行了 土壤也不行了 房價又上漲了 結果我們的孩子怎麼樣 被迫要離開我們自己的家鄉 那這樣子情何以看 所以我們看說 剛剛就講 就是那個 我最近還發現 除了我們科學園區的 擴廠的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 要跟玉雙這邊講的就是 我們的台中的中央公園 被偷了 對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對啊 那這個被偷了 就是 我覺得實在是 有點不可思議 我們的公園 這場的面積已經縮小了 就是一個 水南經貿園區 它原本是占地是 254公頃 那沒有想到 在這裡面 這裡面 它居然是把這個公園的用地 只剩下四分之一 剩下四分之一就算了 這裡面我仔細去看 這裡面的整個規劃的 這個地圖 居然這個公園是一個 製宏區 製宏區就算了 它裡面的這個 種的這些數目 有47% 是外來種 我們在上前兩個禮拜 去台中市政府建設局 我告訴他們 這麼多的外來種 沒有想到我們的 是監測局說 已經發包了 我說你什麼時候種 他說是後年才完工 還沒有種 還沒有種就是來得及改啊 就沒有想到他們說 已經發包了 他們沒有辦法改 就是說他們說要改 困難度很高 所以我這邊也是提 如果說一個公園 剩下四分之一 變成智宏區 就算他旁邊連種的數 有47%都是外來種 那我們真的是需要有一個 專業的議員 來監督這些政策 是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紫雷鴻其實都要的朋友 那麼 自豪不是自己一個人 在這個議會當中 是有一個團隊 那麼我剛剛說 環保這個議題 不是只會對到這個環保 就是說 我們現在議會在討論 有一些 那麼 就是說 本首不落地 還是說 本首要分類 這個議題 那麼 這樣就提議 還是提案 我是覺得 擴大我們的環境 那麼為 為我們健康的 一些這些 這些東西的補分 我們的預防 甚至說 我們的利益 甚至說 我們要提倡 我們這個國民的意識 要讓我們的民眾 共同會來 知道 但是我覺得 目前 我沒聽到 任何一些議員 在這個政策當中 曾經有做過 理事 一些意見 甚至說 提起這個議案 那麼我覺得 這是我們所有的議會 共同要進步 包括我們的議員 要主動來充實 所以今天 在這個政策當中 有一位治豪 那麼是我們 這個生態學會秘書長 這個台中的議員 塞東坑這個好酸 要跟我們所有台中朋友 共同在這個議會 來打拼 那麼就麻煩 也希望 我們所有台中朋友 共同會來堅持 好 謝謝 那玉莊 那我們也謝謝大家的 這個 跟我們聆聽這些 有關台中的污染的問題 那如果說 大家 對於這些問題 還有一些 看法 或者是要提供給我們一些 指教的 你可以播我們的專線 我們的專線是0920 212307 是蔡智豪服務團隊的 服務團隊的服務專線 那您可以來播這個電話 或者是 直接到我們的服務處 我們在服務處 在西屯區福克路685號 那也歡迎您來跟我們指教 謝謝 那麼呢 自豪未來這個節目是 在禮拜二的時間 為我們收聽的朋友們 來開一個專欄 那麼呢 因為喔 聽到朋友們歡迎回想到這裡 所以呢 要跟我們收聽的朋友 共同很快來關心 禮拜二的7點到8點的時間 禮拜二的晚上7點到8點 那麼呢 這個專欄是跟我們收聽的 沒有關係 把我們收聽的朋友們 支持上次來收聽到到 那麼呢 自豪 針對著這個心態後面的這個議題 共同很快來關心到的新聞來看 感謝你 謝謝